比特币接下来是会回落还是会一飞冲天呢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 请随我看下去 我们先来看看我在BuyBank上所开的多单 目前我比特币开了价值60万美金的仓位 入场价是在19200美金左右 那Bit是开了15万美金的仓位价值 入场价在0.42美金左右 那利润呢虽然说有所回撤 不过依然相当可观 目前比特币是赚着大概6万2000美金 不好意思6万2000美金 那Bit大概也有6万2000多美金 那总和起来呢有9万4000多美金 算是挺丰厚的利润 那我们来看到比特币的盘面吧 比特币如果说接下来会产生回落的话 那我肯定该平仓了 那如果说接下来会一飞冲天 嗯该不该考虑加仓呢 我们现在画出比特币当前 我认为最重要的两条界线 那一条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点位 其实我们在此处受阻呢 我认为是相当符合技术分析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空头啊 最大的 能忍受的位置 如果说比特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它又重新回到了18500下方 而且是确认的 比如说有连续的日线是收在18500下方的 那么对于多头来讲就非常危险了 不过我们再往上看 比特币呢它现在是进攻到了我们前期非常重要的阻力位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之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OK 它也是产生阻力 还有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还有这里 它是有很明显阻力的 那么我们现在啊 如果我们结合前面的行情来判断的话 我们在此处也同样受阻 这就相当正常 甚至我们在此时呢 我们一样是停在这个位置 震荡了一小段时间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啊 这个位置我会认为它是 我们要再进入到下一段 涨幅之前 最重要的区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上方的筹码它是很稀疏的 那唯独啊 我们在中间 还有下面 这两段 它筹码堆积是比较密集的 如果说筹码堆积比较密集 那么它 压力支撑的效果呢 就会非常的明显 这个不是我乱说的 这个我们可以用 很科学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把VPVR给拉出来的话 你可以发现呢 我们刚看的这三个区间 我们划分的这三个区间 白色线呢 它刚好就是 量能的真空位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中间的这个区段呢 它是量能堆积 算是蛮充沛的一个区域 因为我们震荡的时间够久 不过呢 我们诊断的POC位啊 是在我们下方 红色线这条位置的 因为我们当时在FTX爆雷过后呢 它这根针啊 它的量能 其实不是针啊 它这两根K线 它的量能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 我们下方的累积的量能呢 是我们诊断最多的 那如果说我们又可以把 我们上方的这条白色线 给突破的话呢 那么我们到了22000 上方一直到25000的这一段 我相信会走得非常的顺畅 因为上方的阻力已经不多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呢 如果说 OK我们就看远一点吧 它如果能又重新回到25000上方的话 那我们在25000到28000这一段 我相信会是更顺畅的一段路程 不过我们到了上方啊 大概在28000 29000的这个位置 其实也就非常接近300000的点位 我认为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一次性突破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上方啊 有太多被套牢的筹码了 如果说是我们在上一轮牛市 我的上一轮牛市的意思是指 在2021年减半期说 引领的那一次牛市 基本上在那一轮牛市啊 加入的人非常多 那他们如果购买了比特币的新货呢 他们的入场价一定是落在我上方所画的白色区域内的 那么一旦价格 他又再重新回到这条白色线的下方的时候呢 也就是大概在28000到30000美金左右的位置啊 那么当时这一群人他们被套了这么久 他们被套了这么久 当价格又回去的时候 这群人一定会想着解套 那么当有一大群人在想着解套的时候呢 此处的阻力就会相当强劲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28000到30000的位置呢 我们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一次性突破的 甚至我认为两三次我们都很难突破 那么如果说真的能到这个位置的话 当然能到是最好了 我到时候非常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吧 所有的单子都可以平掉 那做不做空这个到时候再来说 以现在来看 还是有点距离了 OK 我们需要后续更多行情来确认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位置啊 OK 它的阻力强不强劲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条界线 其实这个阻力说真的不强劲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判断一个阻力的时候 我们必须看的是 这个阻力它的供应强不强劲 遇到这个阻力的时候 行情有没有产生回落 那以目前来看 行情碰到此处 它回落的幅度是并不大的 也没有放出那种比较大的量能 那这个情形当然对于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不过是在日线上 在小周期上呢 它确实出现了几次进攻失败 那么我们之前其实一直有谈到 我们在此处啊 它的前高点已经被确认突破了 那么如果我们以道士理论的高低点来判断的话 我们这一段上涨呢 它就绝对不可能是这一段下跌的回调 不可能 因为它已经把前高给突破了 我们在今天晚上也就是刚刚所打出来的那个高点呢 它已经把前高给突破了 那也可以证实我们几天前的猜想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标普的部分 标普500啊 它现在是已经到了趋势线附近 那如果说标普它把这条趋势线给破的话 我相信比特币呢 它也非常有可能来突破我们在 我刚刚画的那一条 大概在21500美金左右的这条压力位 好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欢迎各位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哦对了 如果说呢 你也想要像我一样交易 获得非常丰厚 不可思议的收益的话 我非常推荐Bybit交易所 它说我换过这么多间交易所 无论从挂单深度 顺滑体验 交易界面 都无可挑剔 现在点击下方链接注册入金 最高可以享有3030美金的交易增金 非常感谢各位 拜拜